同学,我是Irene 在疫症期间,我们记得保持双手清洁 这样才可以防止疾病传染,保持健康 而我们做美奴之前,记得都要洗干净的手 然后做完之后,要再洗干净的手 这样就非常好 提醒大家,这些碟古巴迪的材料 就不适合小学和幼稚园的同学自己还 除非有大人陪伴和指导他一齐用才可以 看一看大家,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就是不适合小学用这些材料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哥哥姐姐 所以玩的时候要专心玩 不用的时候,就要把东西收好 这样就玩得安全又开心 碟古巴迪的英文就叫Deko Page 它就是源自欧洲的一种拼贴艺术 大家就会收到我一个材料包 材料包里面有一个大的繁布袋 这样就大概是A4尺寸的 你做好之后就可以做环保袋 又可以用来拿去补习 或者是你去学琴 都会觉得非常之好用的 里面除了这个繁布袋之外 另外还有一包这个参纸巾 这些参纸巾是叠古巴迪专用的 所以千万不要用来抹嘴 另外会有一支扫 一会用来掃这个AB胶 另外我们就会有叠古巴迪专用的A加 和B加 当然就是A用完之后 之前再用B 这件事很重要的提醒大家 就是说做叠古巴特之前 我们就要铺一张布纸 最少两层到三层这样铺在桌面上 这样防止弄髒了桌面 因为如果弄髒了桌面 是很难抹的 我是保证你会被你妈妈骂 为了防止我们被妈妈骂 将来可以继续玩这个美露艺术 这样我们一定要到之前 预备好铺好桌面 到之后收拾完 这样就真的非常好 除了材料包里面那些材料之外 我们还需要预备一把普通的美露剪刀 和一张厚身的湿纸巾 要抹走精神棍那种 我是用开这一张厚身的 另外呢 我们需要预备一个封筒 封筒是用来一会儿 塗完A膠之后 吹干它 接着呢 再塗B膠 再吹干它 这样就为之完成了 做叠古巴特呢 首先我们就要拿些餐纸巾出来 餐纸巾本身有两层的 下面那层不开的 我们只要上高那层 就把它拿开 其实做法呢 就类似 剪一些贴纸出来 接着就用A膠 贴到包裹 然后吹干之后呢 再用B膠 就上一层光油 让它不会黏黏 那就再用风筒吹干它 看看我这个示范的作品呢 其实你会看到呢 这里是一张 这里是另外一张 这里也是另外一张 这里也是另外一张 那两只蝴蝶 都是来自不同的餐纸巾 就剪出来的 那么 经过了整个小时的努力之后呢 我就将这张餐纸巾 左剪右剪 左剪右剪 就已经剪了我想要的图案出来了 这样呢 就记得 剪纸巾呢 只要面头那一层 这样才够薄的 那因为呢 如果你有两层 到时呢 就会有一层浮上面 那你的袋呢 出来的效果呢 就会很容易烂了 而且它黏不住的 因为它只是 黏到底下那一层 那面头那一层就会浮出来 那就浪费了你的功夫 那样呢 就 我把它剪成 一个撇纸这样的样子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我就把它砌进去 袋里 那然后我就拍张照 那然后 让我自己记得 图案是怎样的 那然后就要逐层逐层贴了 那因为你会见到呢 其实有几个layer的 就是有几层的 那 我们要分别到呢 究竟哪一些 的餐纸巾需要先贴 哪些餐纸巾呢 是贴后这个层的 譬如说 好像这个 草 那样 我是贴在最底层 所以它是要先贴的 那接着先贴这两个 紫色 好像lavener 那样的花 最后 才把这一张大的 就一次过 就把它盖在面上 那才会有层次感 如果不是你出来的 效果会乱大 不漂亮的 那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现在呢 我们就会把那些 餐纸巾呢 就贴在袋子上 那有些同学呢 可能会担心 不记得了 那个位置 那我们除了有 那幅相 可以看着做 之外呢 另外呢 我们可以用完笔 大概画了 那个位置 那样呢 就让我们呢 容易点 去知道一会 应该把那些 那些 餐纸巾在哪个位置 那我们就拿出 A膠 然后打开它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贴呢 这一张 绿绿色的叶 在这个位置 那 那 我们应该怎么贴呢 首先呢 我们呢 就是倒一点 A膠 落枝掃 大概多少呢 大概那么少就可以了 就是 倒出来呢 大概是一个 一毫子那么大 的圆 那然后呢 我们呢 就是 掃一点 那 然后呢 就立刻 将这个 叶呢 就贴上去 那 那 那个 骨头呢 可以少少 帮我们呢 按一按它 那我们就好像贴肠子 那样 从上而下 逐少那些 那些 A膠逐少逐少 逐少一层 涂下去 跟着就掃平它 一层涂下去 又掃平它 每一度都要涂得到 涂了 要不然呢 那些风油会吹干的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们呢 就将它整个 整个呢 整平它 那既然有些膠漏了 你轻轻 那些膠 这样这样 搓上去 再把它搓回来 那这又贴了一个 那些膠额 那些膠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再检查一下 如果有些地方翘起床 我们就弄一弄它 再继续它 今天A胶这部分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做完A胶这部分 记得洗脚筆 用湿纸巾 洗净它 我们就准备用B胶 我们现在就准备用B胶这部分 打开盖子 盖子也黏得挺实的 B胶其实是浸钢油的 我们也要拾出来浸钵 有图案的部分才要塗 均匀地塗下去 这些浸钢油就会令到 作品就不会黏黏黏 还有基本上 袋子完成之后 不可以拿去洗 因为它会破坏 就是多一点会算好了 就是图案 但是你可以用湿布抹一抹 是可以的 这个碟固巴特 其实你放在任何帆布袋上面 都可以的 比如说你可以做个币袋 做过那些斜背袋 我这个就是一个手腕袋 又是由上而下 由左至右 这样就一路由B胶 你留意 你由B胶的时候 你不要油油漏了 因为它是透明的 要留意自己是由哪部分 游到哪部分 全部都不可以漏的 要不然那部分 会黏黏黏黏 就会黏了些层 就不漂亮了 薄薄到一浸就够了 这样搞定了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就要拿一个湿纸巾出来 立即抹那支筆 要不然这支筆地鱼 变硬了 用不了 我们希望地鱼还可以 继续用得回 就立即抹干它 接下来 又是风筒出场的时候 这支筆地鱼 这个漂亮的叠古花特手腕袋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